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 哲学家 讨论到宇宙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这个事情可以说 自古以来都有很多很多聪明人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直到今天 可以说科学技术不断在这儿进步 而气也是在这儿突飞猛进 帮助我们对宇宙的观察了解 我都是有一些时间 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 细心地去思维观察 还是佛讲得有道理的 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为什么呢 现在科学家都肯定的承认 宇宇宙之间 确实存在有不同维持空间的存在 不同维持空间里面确实有宇宙 有生物 佛法讲 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维持空间 这个是大分 每个维持空间里面还有小分 还有很多层次 彼此不相同 比如我们说 天 十法界里面的天 这个是一个法界 但是佛就跟我们说 天有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那些都是界限 他们虽然在天上彼此都不相见 我们人间 中国的圣人事上说 我们地球上是人 鬼 杂居 但是人看不到鬼 鬼也看不到人 其实住在一切 所以不用怕鬼 凡是有人住的地方就有鬼住 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空间 就好像电视上的不同频道 确实是在这个屏幕上不同频道 如果频道相同 这样就能看到 频道不相同的时候看不到 我们这个房子 这个墙对我们产生作用 我们对这个墙就不能突破 鬼就没有妨碍 他就能够自由地走过去 鬼的房屋不能突破 我们走了就没有妨碍 同样一个道理 所以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为什么他对我们产生妨碍 因为我们执着 这个墙不能通过 就没有法子通过了 如果你不执着 墙对你没有妨碍 所以禅定功夫心的人 他可以穿过墙壁 他穿过墙壁 是他心里没有墙壁 他就穿过去 这个事情 我们在近代 袁英法师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他在《宁严经》《广义》前罪文里 写了一段故事 他自己的事情 他在自己的療房里 休息的时候 突然就想到有一件事情要去办 他就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之后 他就觉得奇怪 我没有开门 我怎样走出来 回头再去推门 里面站住 就是他那个时候有事情 只想到事 没有想到这个门的开关 他居然就出来了 这是老和尚亲身发生的一段事情 所以看到虚云老和尚年谱 里面说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他住在茅蓬 他是下午到寺院 寺院距离茅蓬 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 实际上不是太远 但是走路要走半个小时 就好像香港 寺院子和寺院的一段距离 就像香港 寺蓮子和寺林子一样 有这么远的距离 天黑的时候 天还没黑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茅蓬 没多久天就黑了 对面来了一个人 提了一个灯笼 遇到这个虚老和尚 就跟他说 老和尚 天这么黑 你为什么没有灯 老和尚听了这句话 天立刻就黑了 是没有人提到的时候 他始终就觉得 他出来的时候 那个光线 没有感觉到天黑了 结果人家一提醒 天真的黑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一切法从心上生 当你心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 去空是一片光明 叫大光明状 我们为什么现在有天黑呢 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不但晚上天是黑的 日头天都是黑的 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些寓航员 他们飞到其他的星球 离去地球之后 天空是一片七黑 那我们的光从哪里来的 光从太阳来的 各位想想想 没有太阳 没有余亮 没有星星 天空是一片七黑 所以佛教里面的大黑天 佛教里面的大黑天 就是表这个意思 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不用到佛了 佛身菩萨 他们就没有黑暗了 他们的光明是什么 自性 本性就是光明 黑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你起了无明 起无明 明就没有了 就这样来的 所以无明不是真的 就是黑不是真的 光明是真的 是永恒的 这件事情 科学今日没有解释 这件事情 科学今日没有解释 还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自性是光明 这个 无明是黑暗的 违背圣德 所以佛跟我们说 宇宙的真相在哪里 就在眼前 觉在眼前 迷也在眼前 所以一念 真的就是一念间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这个报告 空间和时间是错觉 不是真的 最近科学志说到 在佛经上 三千年前佛就跟我们说出来了 时间和空间是不相应行法 不相应行法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抽象概念 它不是事实 科学家说 在某种条件之下 空间等于零 时间等于零 空间等于零 就没有距离了 我们今天要到美国 哪里要坐飞机 美国在哪里 就是这里 你说我要到纽约 现在这个地区就是纽约 我要到旧金山 你们出门的地方就是旧金山 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神通不可思议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它没有距离 没有时间 你可以回到过去 你也可以进入到将来 但是 时空不是真的 禅宗里面说 坐断三制 它坐禅 禅定心的时候 三制是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了 过去释迦牟尼佛 在世当年讲经 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在天台山浙江 又一天 读经 入了定 就见到 释迦牟尼佛 在宁州山 港 发花经 出定的时候 又告诉人 不知 西尊在 宁州山 港 发花经 那个法会 还没有散 那就一下超过 两千年 两千年前 那个境界 它就参与了 同样的 亦可以参加到未来的事件 这些都是事实 告诉你 金刚经上讲一句 一句话正确 凡所有上 皆是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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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 你了解这些事实 真相 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肯放下了 你就不再分别执着 你不分别执着 这个境界跟你就近了 你就会契入了 这叫诸法实相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佛经里面 佛是怎样跟我们讲 诸法实相 佛经里面讲的 诸法实相 现在讲的是 宇宙 生命 这些万物是怎样来的 我们将这张纸 比喻作法性 比喻作法性 《灵验经》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宇宙 我们的人生 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自己 这就是说到 怎么起来的 为什么会有 佛在经上比喻说 一勾化了 勾是什么 水泡 大海里面建了一个水泡 这个水泡就比喻自己 各位要知道 十法界医正庄严 就是一个水泡 哪个的水泡是自己的水泡 我也是水泡 你也是水泡 他也是水泡 大海里面的水泡 无量无边的 但是 实在讲 比喻是没办法 比喻到 欺负到好处 只是从 比喻里面得个仿佛 从这个里面 帮助你去观察 你去体会 为什么 大海里面建了一个水泡 确实 两个水泡不是一个水泡 它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水泡 它是共同的 就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这个很奇妙 实际上 还是各人各人的 好像我们在这个港堂 港堂里面有很多盏灯 我们用这个来比喻 每盏灯就好像一个水泡 灯放出光来 我的灯上有你的光 你的灯上有我的光 但是还是各人各人的 我的灯熄灭了 我的光没有了 你们也就没有了 熄灭是什么 就是回归自圣 它成佛 它回归到法圣了 所有这些现象 就称之为发生 发生 不是好像我这个人生 发生是什么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发生 你了解之后 整个宇宙是发性现出来的 发性只是自己 不生不灭 发生亦不生不灭 发生有变化 发性没有变化 这样你才了解 整个宇宙是自己 荣家大师说的 比喻说得很好 但是这个比喻是佛说的 你看佛在经上说的 事上用梦做比喻 金刚经上一手计 一切有违法 如梦还炮影 炮就是这里说的 勾水泡 大海一勾法 梦 我们发梦的时候 梦中有虚空 有天地 梦里面有山河 有树木花草 梦里面有很多人 也梦到过去的人 还有人梦到未来的事情 全部是你自己身边的 你醒过来之后 梦里头哪一样东西不是自己 梦里人是自己变的 梦里面的花草树木还是自己的 梦里面的山河大地还是自己 没有一样不是自己 那个梦 整个梦境就比喻作发生 我们今天迷 迷到什么程度呢? 只认为这个身是自己 其他的都不是 错了 佛不是这个看法 菩萨不是这个看法 菩萨知道事实真相 一切人一切众生 统统是自己 所以他的慈悲偏一切 他没有差别的 看人、看事、看物 全部是自己 所以一片慈悲 那就是智性里面的 慈悲是性德 智性里面本有的智慧慈悲 它能够流露出来 为什么呢? 他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是在梦中 梦中所有一切 都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你都在梦中 但是我们的梦是 重叠的 它又不外事 妙就妙在这里 所以法为什么叫妙法呢? 境界叫妙境呢? 它重叠 但不外事 但是虽然是 自性当中 劃分 但是还是个人 就像灯光一样 它可以重叠 但是确实 一个是一个 一个人修行成佛 他成佛了 别人成不了佛 这个道理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怎样起来 佛在经上说 说宇宙的来源 科学家说的 现在很多人 同意 宇宙是一个爆炸点 一个原点爆炸出来的 预言点就说得很小 说得都叫人 觉得不可思议 科学家说 宇宙的原点多大呢? 那个小 简直是我们没办法想象 我们从一个比喻上 钟博士讲过很多次 头发 头发很小 将头发撕断 当中一个平面 那个平面上可以摆宇宙的原点 可以摆一百万 亿亿亿亿个 你说那么小 爆炸出来就变成大宇宙了 这个说法 和佛经常的说法是相同的 佛经说的 我们底下经文就会说到 微层里面有世界 佛讲的这个 重重无尽 世界里头又有微层 微层里头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 科学还未说到这一层 科学只说到很小的微层 里面有世界 但是世界 它说是爆炸出来的世界 佛不必爆炸 里头就有世界了 那个世界和外面世界一样大 哪个能进去呢 普现菩萨能够进去 普现菩萨为何能够进去呢 妄想分别执着 断干净 统统放下 所以 心广无尽是一 不是二 法性不可思议 法性无生灭 法性无来去 法性无一二 无一二就是无彼此 它是一体 虽然现相千叉万别 那个相还是一个相 一个相 幻相 幻相全不存在 幻相不存在 我们以为存在 实际上并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 刹那生灭 这个刹那的时间太短了 人王经常说 一坛子 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我说过很多次 这是佛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 这个 法上的生灭 是亿万分之一秒 你怎么能够觉察到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相续相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 我们在电影银幕上 现在看电视也是一样的 电视熒幕上的相 是相续相 实际上画面 但是 生灭的速度太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用电影的底片 比较容易 明了 我们平时看电影银幕上放映 一秒钟 放映机的镜头 开关二十四次 二十四次 我们就被银幕骗了 就以为那些是真的 其实那些是环灯片 一张环灯片 镜头打开照出去 立刻关上再换第二张 一秒钟换二十四张 就把我们骗了 现在说一秒钟 如果是二十万张 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 你知道了真相 就懂得了 所以佛经大成经教里面 事常说一切法不生不灭 如果它真的没有生灭 说不生不灭叫废话 那有什么意思呢 生灭就是不生灭 它太短了 你说它生,它已经灭了 你说它灭,它第二个又生 所以它在生灭的相续上 速度太快了 这是要细心去体会 你才了解宇宙真相 了解真相之后 妄想分别执着 便容易放下 说容易还是不容易 但是你已经知道 应该放下 你如果不了解真相 不肯放下 还是拼命执着 不肯放下 你了解事实真相 全部是假的 一场空 大般若经上总结的 我将它总结了 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 不敬空 不可得 这是真相 不可得你想得 那你便自尋烦恼 不但所有一切想不可得 生不可得 生撒那生灭 所以我们时尚看电视 时尚看电影 要有高度的觉悟 这就是佛所说的 诸佛实相 整个宇宙就和螢光幕一样 里面的东西 怎能得到呢 各位如果看过 电影的放映机 你的印象就会更清楚 我在年轻的时候 玩十六厘米的小电影 我自己会拍 会剪接 所以 我看到佛经上说的 我就想到 小电影机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个里面什么都得不到的 有就是空 所以 般若经上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一点都没错 这个道理要知道 至于我们怎么会迷 迷 佛经上事上说 一念不觉 也有经上说 也有经上说 无耻 恩怨不觉 加个无耻 无耻 无耻 我们一般想 大概是很久很久了 找不到这个 时间的边际 说个无耻 其实不是的 无耻是无开耻 如果有开耻 他就有宗子 有耻有耻 那就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还你知 无耻 无耻 亦无忠 我这个梦是几点几分 几妙法 那不叫废话 所以迷是当下 一念迷 觉是当下 一念觉 妙就妙在这里 怎么叫一念迷 起心动念就迷了 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一起心动念 那就叫无名 就全体都迷了 一迷是一切迷 那就变成水泡 就是法性里头 变成这个大圆圈 这个大圆圈就是水泡 一勾法就是迷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说的法性和法身是一 不是二 法性是本体 法身里面说的就是 唯识学说的 见分上分 见上两分都是法身 亦如大海 中国人说的太和 中和保和 这个是太和 这个是特别提出 法性是和谐的 宇宙是和谐的 不和 你就违背了法性 那就错了 宇宙是和谐的 如果我们自己身心能调和 和宇宙合意为一 最健康的 人们为什么会生病 遗背了性德 他就会生病 他和我不和 那是不行的 病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内心要调和 我们的身心 首先是身心要和 心如果是没有念头 就和了 又念就不和 这个要知道 没有念就和了 没有念头就平等 没有念头就清静 本来清静 本来平等 一起心动念 清静平等各都没有了 只要不起心不动念 清静平等各通通现前 清静平等各本有的 自性本有的 迷了就失去了 起心动念就失去了 所以太和就是发生 发生里头 没有对立 没有一切对立 没有一切冲突 没有一切疑虑 没有一切生灭 这是成德 我们现在麻烦 我们心里头有对立 有冲突 有疑虑 有生灭 这就叫一念不觉 这个不觉是当下 不是前一秒钟 更不是前一个小时 就是现在 一念觉也是现在 一念觉是 我不起心动念 不起心动念就觉了 但是不起心动念很难 你懂得这个道理是容易的 你真正做是不容易的 佛就教给我们 这个是因为你迷得太久了 已经养成杂气 那又如何断呢 要断 要分阶段 迷有三重 有三重 妄想 分别 执着 先从执着落手 先行不执着 然后再提升不分别 最后再提升到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佛家事上说的 就是佛家事上说的 明心见诚 大切大悟 那么回归到自圣 就是这个水泡破了 和法性用成一体 用成一体 确实没有形象 它随时可以进来 进来是 众生有感 它就有影 进来是如何进来的 意念入来的 缺乏它的身 它的身 我们说 它的精神 它的身是发身 发身正德之后 永远不会失去 那进入是什么 我们用个比喻来说 分身 好像孙悟空七十二变 变过身去 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到 十法界里头来 应化来度化众生 全部是叫应化身 不是发身 也不是报身 是应化身 应化身 言什么上呢 不一定 普门品里面说 三十二变 那个变是 徐众生心应所知量 我们众生心里面 想佛是什么样 它又现什么样 想佛来 救我们佛就来了 想菩萨 它又现菩萨身 想一个人 它又现人身 想什么现什么 所以它自己 并没有起心动念 亦没有分别执着 智能形 我们为什么不能形 因为我们有分别有执着 就没有法子形 来了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有这个能力 而且这个能力大 遍法界 虚空界 刚才说 距离没有了 空间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先后没有了 距离没有了 所以 遍法界 虚空界 是哪个地方众生有感 哪里就有形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 原本是这样的 现在搞成这样的样子 很可怜 所以佛体 十法界众生说 可怜 问者 我们的法性 我们的法性 法性没有失去 法性发生 好像大海一样 法性是大海 这个法性是海水 没有失去 我们现在是变成一个水泡 还在大海里面 决定没有离开 但是这个水泡 没有破 不能够和大海融成一体 他就是 以为这个 就是他自己 整个大海 是他自己忘记了 不知道法身是自己 执着这个肉身是自己 那就很糟 越迷越深 这个首先 我们说的 法性发生 太和里头 没有一切执着 没有一切冲突 没有一切疑虑 没有一切生灭 这个一定要知道 本来没有的 喜 喜无名 就是欲如一欧化 虚妄生灭 时间空间一切幻上 生灭相续 一切对立冲突 从从无尽 又是而起 就从这些发生 一年迷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 最外面这一圈 是妄想 妄想是 喜心动念 喜心动念 这个地方 喜心动念 这个妄想 不严重 因为它接近破 只有外面这一圈 就破了 我们今天在人道 人道上面 有三重 如果到地狱 那便有十重 等于说 十个障碍 你要一道一道突破 我们人道 四重 天道 人道 大个来说 我们是有六重 六重障碍 你要突破 那就是 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我们人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很麻烦 现在有竞争 竞争就到魔道去 魔道 竞争就是魔道 斗争就是畜生道 战争就是鬼道 这个就是天台大师说的 百戒千余 每一道里头都有十法戒 每个法戒里头有十法戒 我们人道里头 有人间之佛 有人间菩萨 有人间声闻 人间圆角 有人间天人 人中之人 人中畜生 人中恶鬼 人中地狱 每个法戒都有十法戒 叫百戒千余 我们能得人生到人到 在业感里面说 这是人业 我们的引业相同 得人生 但是我们得到人生 这一生当中 吉凶和风 贫穷 贫富 个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就是十法戒的业感都有了 有人在人间 好像天人一样 天人一样 有人在这个世间 好像佛菩萨一样 有人在世间生活得很苦 好像地狱 饿鬼一样 这不一样 这个叫满业 都是业感 业感 这个就说到因果 所以佛法始终不利因果 《花盐经》说 五周因果 《法花经》说 一成因果 离开因果 佛就无法止说法了 所以要将它解释清楚 说明白 通通是因果 善因善果 善报 恶因恶报 善因善果 你了解这个状况之后 再苦再困难 不做恶业 不起恶念 我们的境界 就往上提升 我们的境界 就往上提升 想想太多 恶业太多 这是很容易消失的 如果人心地清静 慈悲善良 他的能量天天补充 不会失去 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从有妄想 妄想起分别 又分别就起执着 来往下堕落 这个圈子越来越小 执着再接着是竞争 有执着没有竞争 好呀 人道保住了 一有竞争 就摸到他了 竞争再提升就是斗争 斗争是畜生道 斗争再升级就变成战争 战争是鬼道 今天战争就是毁灭 就是世界末日 生物就绝灭 就是地獄道 这边我们就看到他的叶恩 四圣法界 最外面的四圣法界 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杂气 妄想分别执着差不多断了 杂气还在 朱天就是三界十八层天 这边我们将他画成一层 因为他们都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他有分别 他们收上品十善 叶感上品十善 乖主天 杂十善啊 这边呢 利欲情淡薄 你看四圣法界的利欲情 没了 世间人无不争利 命离现前 人通常起什么心 选人离己 这个是世界上一切冲突 动乱的根源 就是你 欲是欲望 情是情汁 天道这三样东西淡薄 十八层天越往上去越淡薄 越往下面就越浓 但是不管怎么说 给人道仍要淡 他如果不给人道淡 他就升不上去 所以他一定给人道淡 这个是害人 一定要知道 所以人受忠品十善 这个是利欲情生 魔道呢 魔道利欲情重 阿修罗 罗策 好名好人 贪欲情质 贪欲情质 被人要重 所以 他不能放下 竞争 所以好斗 总是要 一定要 决定没有退让的念头 人懂得泥让 懂得隐让 摩不懂 畜生道 迷得更深了 一倍的重 一倍的重就是 利欲情 比摩要加一倍 鬼要加两倍 地狱道加三倍 所以 命利 欲望 情质越重 就越往下堕落 佛法讲三图 地狱是火图 为何是火图 亲为心 感得 你看人一发脾气 全身发热 面都发红 亲为心 感得 地狱 恶鬼是贪心 贪心重的 堕鬼 御痴是畜生道 所以畜生是血图 因为他们斗争 畜生死 几乎都是流血而死 所以说 弱欲强食 没有说 好少是有善终 没有 都是被别人吃了 鬼是刀徒 战争 所以生活在恐怖当中 地狱是火图 一片火海 寒冰地狱 都是一片火海 地狱里面的众生 看到仍然是一片火海 地狱是亲为变现 佛是一切经里面 三徒说得特别多 为什么呢 不能去 不能去 你要断热因 我将贪心痴 淡薄 最好能够 将它统统放下 三恶道因 没了 过去生中 阿拉耶里面 有这个种子 你现在没缘 现在没贪心痴 那个叶恩 不会起现行 就是 他决定不堕三恶道 什么人到这个程度 小成初果 大成 我们《花严经》里面讲的 初信慧的菩萨 他虽然 有贪心痴的杂痴 贪心痴的言行 决定无 所以他决定 不堕三恶道 虽然无出六道 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他决定 脱离六道轮回 他不迷 在六道里面修行 当然 还会迷失 这个方向 但是《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 诸菩萨 互念这些小菩萨 这些小菩萨很容易道 一提起 他马上就回头 很好道 不像一般凡夫 凡夫不容易道 你怎么提 他回不了头 所以 他曾经是 正德 初信慧的 或者是正德 虽陀 换的 菩萨 跟他一提醒 立刻回头 所以他那个迷 不怕 他有格阴之迷 诸佛 菩萨 一定照顾他 没有说不照顾 很容易回头 他学经教都比别人学得快 他有底有根 道理就是这里 今天的世界 世界快要变成地狱 人间地狱 人间快要变成地狱 你 很冷静地去观察 这个世间人 哪个不贪 你看他的贪亲痴 贪亲痴 几乎 到饱和点 碰不得 一碰就爆发 现在是这种情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迷失了 伦理道德的教诲 你看 自古以来 中国外国 在这个地球上 都有 圣言教化 西方有宗教 中国不说宗教 孔盲老庄 是菩萨 就好像 普门品里面说的 应以孔子身得道 他就言孔子 应以老子身得道 他就言老子 在印度 应以佛身得道 他就言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菩萨 没有说不照顾 苦难众生 以种种方式来帮助 现在 众生 做的业 越做越重 越迷越深 对于圣言教诲 不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科学 人都相信科学 不相信古圣先言 不相信有个神 世界就走向毁灭 这些是科学家 对我们说的 地球上 这种事情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 不是没有发生过 科学家 甚至于提出 证据 上次 地球上人毁灭 是在 我们历史之前 地球上发生过四次大洪水 在那个之前 那个时候 科学发展到高峰 比我们现在还要发达 我们看到西方科学报导 里面说 是亚特兰提斯 他说 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交通工具 汽车 飞机 轮船 用的能源 是从空中取得的 很干净 没有声音的 比我们现在好得多 我们空气污染这么严重 他那个时候 没有污染的 从空中取得这些能源 但是人相信科学 不相信有神 不相信伦理道德 所以人狂妄到极处 自私到极处 造成了整个世界的毁灭 大地 亚特兰提斯 整个沉到海里面去 那个是由他们的国王 那个国叫大西国 所以现在称大西洋 大西洋原来就是阿特兰提斯 那块土地 整个沉到海里面去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人 又走向他们的旧路 如果再不讲究论理道德 没有爱心 只是自私自利 贪婪到极处 我们会像那次洁南一样 你们在十楼看到那个地图 那个地图就是美国 一些预言 形容下一次我们 地球地学的变化 就变成那样 你看那个里面 亚特兰提斯浮起来 两块大地浮起来 但是欧洲沉下去 美国几乎一半沉下去 我们亚洲香港都不是了 你去看一下那个地图 这个地图是提出警告 当年在美国 美国很多人看到这个地图 警告心很高 但是那么多年来 好像地球上没什么变化 大家不相信 说这个是假的 是预言 不再相信了 这个地图都不买了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 市面上有很多 我买了五张 五张到最后 半屋搬太多次都搬不见了 还剩下一张 再叫人到美国去找 找不到 和我说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不得已 拿这张去翻人 翻人宿世 那个地图 大概有我们现在这个地图 大概有我们现在这个地图 三倍这么大 很大张的 我们 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因果 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不是不可能 非常可能 你看 最近 这个 二三十年来 我们一般人说 自然灾害 水灾 汗灾 风灾 地震 海啸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严重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警告 再不觉悟 到哪一天真的 这个陆地沉下去 地壳来越大翻身 麻烦 没有一个人能走得了 最明显的 这个 变化 这个是我们要提高警告的 就是气候的反常 该冷的时候不冷 该热的时候不热 气候一反常 就知道 整个地球产生变化 现在一般人说 地球病了 什么病呢 冷热无常 怎么会不生病呢 怕的是将来 空中 地球是在空中自转 万一角度上稍微偏差一点 地球上生物就不能生存 如果是热带变成了韩大 韩大变成热带 所有生物不能生存 本来它是热带的生物 现在天气变冷了 这个生物就不能生存 韩大的 它生存在韩大 它生存在韩大 它是习惯了 现在突然变热了 它都不能生存 做成什么呢 做成生物在地球上的绝灭 科学家对我们说 火星过去有人住 有这个迹象 火星有这个迹象 好像水星也有这个迹象 为什么现在里头的生物 没有了呢 应该是好像这样的灾难 只要它 在空中旋转的角度 稍微偏一下 整个气候就反常 这个就造成 整个星球上生物 绝灭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们能够理解 所以很可怕 但是能不能挽救 我们学了佛的人知道 一切法从心上生 只要我们的思想纯正 我们的行为纯正 我们有爱心 我们会觉悟 不再做业了 不再选人离己 不再做破坏环境的生态 这个星球运行 又会正常的 这个道理 与我们调整生理是一样的 所以人到有疾病的时候 甚至有癌症 不能治的时候 你们看 山西小院就知道 用什么方法 用意念来调整 就是用善心 善念来调整 不需要医药 不需要医生 确确实实 生病就是不正常 你心里面有三度 你的望念太多 你的思想现行 整个和发性相违背 做成什么呢 做成你身体里面的细胞 器官 变成病毒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马上改变观念 我用善心慈悲 我日日念佛诵经 又将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病就没了 就这样的道理 你自己可以调整 需要什么用到人家呢 调整生活的起居规律 那些是外缘 最重要的是 是念头 一切法从心上生 一句话讲绝 这是真实智慧 后面 我有这样的几句 几句解释 我们从前面看 慕名才起 才起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非常微小 我们自己不会觉察到 就好像自自然 它就起来 这个就是集气 养成习惯 所以这个好不要断 万法巨足 就是十法界 医政妆业 马上就巨足 所以佛经上说 宇宙现象是遁起的 不是好像科学家讲进化 科学家讲进化 不是的 是顿起的 一起一切就起来 一灭 通通就灭了 不是进化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 在一般 场合里面说 科学家还要提出很多辩论 很多争论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怎样争都争不清楚 都不会得到结论 到什么时候得到结论呢 大家将望上分别 执着放下 结论就现前 佛菩萨高明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高明在这儿 高明在这儿 不需要用科学仪器 不需要用科学知识 亦不需要用数学 到这个时候 全部没用 所有世界上 这些学术都没用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是中国历史上有证明 最显著的 是六祖慧能大使 你如果问他有什么长处 他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见五祖说 弟子心中常生自慰 常生是什么 无一样不明了 过去现在未来 此界他方 为什么呢 他没有障碍 空间为止突破了 我们见到五祖一定说 弟子心中常生烦恼 不一样就是这里 佛经上讲得太清楚了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自慰得上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 就是讲破了 一句话讲破了 由此知道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放不下 所以我时常跟大家讲 思想提醒 放下执着 正阿罗汉果 放下分别就是菩萨 放下妄想 妄想就是起心动念 放下妄想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你成佛了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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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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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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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工作,如何待人接物, 這就是學佛了。 這叫真正跟佛河, 才知道他老人家將榮華富貴, 皇位,權勢,通通放下。 通通放下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我們世間人拼命爭,爭榮華富貴, 他將榮華富貴放下, 這令我們覺得, 難道他比榮華富貴還要高? 還要暑升? 他想,想的時候真的比他高, 真的比他暑升, 想到他如果當國王, 即使國家治理得再好, 三千年後沒有人知道他。 他捨棄了,搞這個, 現在說多元文化的教育, 搞這個社會教育, 教化眾生,幫助人,開悟, 破迷開悟,離苦得落。 你看信仰他的人多, 他比哪個國王都偉大, 什麼世界上的國王我們都不知道, 提起釋迦默尼佛, 誰不知道, 到處為他見過大殿, 供養他的像來拜他, 真是了不起, 我們只想通了。 這是他的真實智慧, 他不搞這個, 所以我覺得他比孔子高, 孔子還周遊列國, 想求他一官半職, 沒有人用他, 自回到家去教學, 釋迦默尼佛有現成的, 不要了。 這個是早年, 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孔子求不到, 自回到教學, 孔子教學只有五年, 釋迦默尼佛教學四十九年, 在全世界, 沒有人能超過他, 時間長, 影響就深了。 但是我們學佛, 學了這麼多年, 漸漸有些誤處, 知道孔子的方式, 都是教人的。 因為很多人, 就是追求命運來養, 孔子都追求, 追求不到, 算了, 放棄了, 回去教學生, 也是一種誓言。 釋迦默尼佛是現成的, 不要了, 都有好心的容易, 好心的教育意義, 在裡面。 所以實際是同樣的偉大。 只是, 都是教人醒不過來的, 都是教人回頭。 確確實實, 我們看到這個世間, 曾名逐利,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總統, 大家都拼命在這裡爭, 尤其現在, 民主時代, 用盡很多手段, 拿到這個地位, 是不是真的為人民造福呢? 如果不為人民造福的話, 那個總統位置是什麼? 是地獄的位置, 爭什麼呢? 往地獄裡面捐, 真的是所謂天堂有路, 離不走, 地獄無門, 偏偏要闖進來, 就這個意思。 我們捨棄之後, 自將這一切現象, 看得清清楚楚, 看得明明白白, 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說生活飲食起居, 你如果學會了,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對飲食不好吃的, 你意念一轉, 它就很美好, 就跟剛本性水實驗一樣, 這個水溝本來, 裡面的水都是, 這個不善的, 你意念一轉, 能將水變淺, 混水變成清水, 污水變成淨水, 這個是從科學實驗上得到證明, 我們懂得轉境界。 你看, 水會看的, 貼個愛感恩, 結晶就這麼美, 它也實驗用宗教做實驗, 用描法蓮花經, 用心經做實驗, 圖案都非常美, 我們中國人習慣用大碑水, 能致病, 所以我現在教大家用大碑水, 就是科學的方法, 我印大碑就印小小張, 貼在杯上, 這杯就是大碑水, 你在家裡貼在水桶上, 那一桶都是大碑水, 我印成小張, 好像印了六千張, 你們都可以拿回去實驗的, 但是, 怎樣才真正把效果擴大呢? 大碑心, 你念七片大碑水, 你再喝用水, 讓你這樣喝, 效果一定更殊勝, 如果你用大碑心, 那是最殊勝的, 就是以大慈大碑, 對待一切眾生, 你跟它完全相認, 這個水真是無病不治的, 這些道理要懂, 我們只能過得真正, 幸福美滿的生活, 所以, 一念財生, 一個, 氣心動念, 萬法俱足, 所以這個裡頭, 不是盡法, 不是的, 萬法俱足, 為甚麼呢? 稱聖, 聖, 法異故, 法異就是自然的意思, 自己本來就是這樣, 法異有本來的意思, 有自然的意思, 絕對沒有一絲毫勉強, 真的是不可思議, 你沒辦法去想像, 它就是這樣, 一切友情, 戒聖海中, 一勾法, 這個圓圈就好像大海裡面的, 一個水埔, 一切戒日, 一職一切, 一切本來一體, 從來不易, 只是眾生不覺, 就是我們自己不覺, 宇宙是一體, 我喜歡這個人, 討厭那個人錯了, 不可以的, 是一體, 宇宙就好像一個身體, 我時常用身體來作比喻, 不同的器官就好像不同的法界, 十法界, 構成這個器官的是細胞, 細胞就是眾生, 每個法界裡面平等平等, 決定沒有差別, 所以一起戒日, 本來一體, 化驗經常就說這個事情, 不斷重複, 你教導我們, 所以佛的教學, 和我們中國古人教學的, 理念不一樣, 中國教學只希望教一篇, 不重複, 你要很認真學習, 我們李老師都是這樣的, 他老人家教學習一篇不夠第二篇, 你再去問他, 他把你罵一頓打一頓, 還不告訴你, 以後他說, 為什麼不告訴你呢? 告訴你之後, 不要緊, 反正漏了的時候還可以問, 最多不是被你罵多一頓, 結果不告訴你才知道, 教你, 上課要認真, 你要好用心聽, 你聽漏了, 他不會再說, 這個是中國的方法, 佛就慈悲了, 你忘記了再問, 忘記再問, 你問十次, 二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佛都不會討厭你, 這個叫大致大悲, 所以他說話總是反覆, 重覆, 為什麼呢? 加深你的印象, 怕你前面沒有聽出來, 後面會覺悟, 慈悲到極處, 他跟我們東方聖節, 教學理念不相同, 他不怕哆嗦, 中國是簡要長明, 決定不哆嗦, 他是反反覆覆, 不斷重覆, 所以他自普道眾生, 他教化的面廣, 得利益的人多, 道理是這裏, 這些我們都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眾生, 起了水泡就迷在裡頭, 不知道, 我這個水泡, 跟眾生水泡是一, 跟聖海是一, 跟法身是一, 不知道這叫迷, 迷了之後, 自然就產生對淚, 所以今天要化解衝突, 我都不知道, 澳洲大學為何要找我? 我們在山上, 他到山上來還要開車開兩個小時, 不知道這個消息, 他是怎樣得到的, 他派來一個教授, 一個是處長, 是做行政工作的, 一位處長, 派兩個人到山上來找我, 說明來意, 就是911事件之後, 他們學校一個和平學院, 我們中博士在昆斯林大學任教, 感到化解衝突這個事情麻煩, 他們肯定用冷戰熱戰都不能解決問題, 希望用真正和平的方法來化解, 將這個意思告訴我, 希望我抽些時間到他們學校和和平學院的教授們做一次座談會, 我們都感覺到世界的動亂, 大腿一切眾生, 苦難, 我們學佛也受影響, 所以我就答應了, 然後才知道, 他們知道我在新加坡團結九個宗教, 所以他們才來找我, 宗教是很不容易團結的, 我能將它搞成好像兄弟姊妹一樣, 在座談會當中, 先聽學校報告, 我們才知道全世界大學裡設有和平學院的只有八個學校, 而坤士蘭對這個蕭米衝突的和平, 研究還是有相當的貢獻, 這個學院都招生, 也受於學位, 有學生, 還有研究生, 我聽了報告之後, 我就想到, 他們沒有將衝突的因找到, 這個東西好像治病一樣, 你治病才要知道, 病根在哪裡, 然後對症下藥, 他沒有找到病根, 沒有找到病根, 那就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這不是辦法, 沒有法子解決的, 所以我跟他們說, 我說衝突的因不在外面, 衝突的因在哪裡呢? 在家庭, 我這樣一說, 他們都呆了, 怎麼會在家庭呢? 我說今天全世界, 夫妻不和的有多少? 離婚率這麼普遍, 而且年年上升,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是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很嚴重, 家庭好像人身體的細胞一樣, 我們中國人時常說家和萬事興, 家不和, 問題就嚴重了, 我說這個是衝突的根, 這個一定要知道的, 你如果想要化解衝突, 你先要家家都和睦相處, 衝突就不會發生起來, 然後我跟他說, 還有更深的因, 是什麼? 你本身的衝突, 這個他就很難懂, 衝突的因在哪裡? 在你自己本身, 本身是什麼? 我們佛法說, 自性和雜性的衝突, 就是本性和雜性, 三字經常說, 人之初,性本善, 你的自性本善, 你現在變成不善衝突, 善和不善衝突, 這個很難懂, 翻也不要翻, 翻也覺得很困難, 翻不出來, 我說好, 我們換一個說法, 自利和利他的衝突, 這個好翻, 他懂得, 利害當前的時候, 是我要利害損害別人, 還是我放棄去成就別人, 這個容易懂, 衝突就從這裡起來, 選人至利己, 利己必定選人, 這是一般人的概念, 東西方都是, 都是這個想法, 然後我就告訴他, 選人決定是害自己, 為什麼呢? 衝突發生不是害自己嗎? 你害了你的家, 害了社會, 害了整個世界, 利他只是真正利己, 利他衝突沒有了, 大家都過太平日子, 那真正利己, 這個觀念他沒有, 從來沒有想到, 那天我跟他解釋, 都花了差不多有半個小時, 再通過翻譯一個幾小時, 這一次我們見面, 我們聊得很愉快, 在會議上, 我說我們是從事教育的, 學校是從事教育, 大家都是教授, 我說教學, 第一個概念必須有的, 要肯定, 人人都是好人, 要肯定這個, 你就不能夠說有壞人, 有壞人是, 你沒有教好, 如果學校認為這些學生, 不要將他開除, 這個教育是失敗的, 教育成功是, 將壞學生變成好學生, 將惡人變成善人, 將迷惑顛倒的人變成聰明人, 你教育成功了, 這個是我給他的概念, 這叫教育, 在社會上衝突都是這樣, 發生衝突矛盾的時候, 你只有辦法化解, 你要承認兩邊都是好人, 當時有位教授, 那位教授大概地位很高, 我看他的座位是排在第二個, 他們中心的主任擺在第一個, 他坐在主任旁邊, 是美國人, 他就問我, 他說法師, 希特勒都是好人嗎? 我就跟他說, 是好人, 他本性本善, 沒有人教他, 他學壞了, 這個是, 必須要首先肯定的, 然後才知道教育重要, 教育是, 你要將他教好, 所以我就知道, 中國古人說, 中國五千年來, 建國軍民, 教學為先, 五千年來, 你看看中國復原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這個是世界上幾乎都肯定的, 專家學者都肯定, 中國人是個和平的族群, 為什麼呢? 五千年來, 沒有跟外國人打過仗, 沒有發動過侵略戰爭, 沒有侵略外國人, 一寸一尺的土地, 中國人很保守, 他這個圈子裡生活得很快樂, 他不想侵佔別人, 所以他們肯定是個和平民族, 這個和平從哪裡來的? 是教來的, 而且中國教育是從, 一出生就開始教, 不是要幾歲幾歲, 沒有的, 出生就教, 出生, 小孩, 難靜張開他會看, 耳朵他會聽, 他就在學習, 就在模仿, 這樣就不能疏忽, 笑成若天性, 習慣性自然, 是最基礎的, 這個如果疏忽了, 他以後學壞了, 要他回頭就難了, 所以中國人是最懂得教育, 也懂得方法的, 所以受到很好的效果, 他有非常好的教材, 這個教材, 與法性完全相應, 與本性本善相應, 永恆不變, 從瑤迅與湯, 一直到滿清, 都沒有改變過, 我年輕的時候, 喜歡讀歷史, 我讀歷史就發現這個問題, 你看每個朝代, 應興應隔的事情很多, 唯獨教育, 就是繼承, 始終不改變, 這個奇怪了, 二十幾個朝代, 改變, 教育沒有改變, 而且重視教育都沒有改變, 從前政府的制度組織, 將教育擺在別人, 教育是禮部, 宰相下面有六部, 禮部是教育部, 禮部尚書就是現在講的教育部長, 他在六部旅途排在第一, 由此可知, 中國自古以來, 要用現在的說話來講, 所有一切都要為教育服務,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將工商, 經濟擺在第一, 這些東西擺在第一的時候, 爭利, 誰不爭的, 每個人都鬥爭, 競爭鬥爭, 到最後戰爭, 為什麼呢? 為爭利, 今天將利放在第一, 錯了, 現在一切都是為利益服務, 在從前古老的中國, 一切為教育服務, 所以天下太平, 我們今天家庭都是這樣, 現在家教, 糟了, 從前家教是為教育服務, 家庭裏面一切為教育服務, 現在家庭也是為利益, 如何賺多點錢, 如何來搞物質享受, 所以你的家乘問題, 這個是我們找到, 現代社會衝突的根, 你將這個根找到, 那麼我們對利欲望, 要看得淡薄, 要將教, 倫理道德, 因果智慧, 實際上智慧就是宗教, 宗教裡頭有真智慧, 要將教育放在第一, 一切都為教育服務, 我們這個世界, 可以恢復到安定和平, 可以不至於走向世界末日, 你看很多很多, 中國外國的語言, 都說世界末日, 是在一九九九年, 至二千年, 世界末日, 法國大語言家, 諾斯丹馬斯, 他的語言就是講到二千年, 二千年以後就沒有了, 但是二千年平平安安度過, 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我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位天主教神學院的院長, 講過這樣的一句話, 不是我直接聽到的, 是聽到的人傳給我, 他說明明, 連聖經上都說, 聖經後面啟示錄都說, 一九九九年, 二十世紀末, 會有全球性的大災難, 為何會沒有了? 他們將這個話傳給我, 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個沒有是有原因的, 這個信息幾乎從十六世紀就傳下來, 四百多年, 全世界的人人人相信,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的宗教徒都在祈禱, 那個祈禱的力量多大, 全世界的人同時都在祈禱, 為這件事情祈禱, 結果我們從江本聖博士的實驗, 他實驗日本的琵琶湖, 各位去過日本之後都能看得到, 琵琶湖是日本, 內海裡面最大的一個湖, 好像海一樣, 琵琶湖有個小水灣, 水很骯髒, 很臭, 江本聖就做實驗, 大了差不多有七八十個人, 還請了一位法師到湖邊去祈禱, 未祈禱之前, 這個湖水他做了一個實驗, 確實很難看, 祈禱之後, 再去在顯微鏡下看, 水潔症非常漂亮, 三天之後, 那個地方的水乾淨, 浪都平了, 不像以前那個樣子, 就證明, 祈禱有力量, 能夠將湖水, 莊亂的湖水, 能令它澄清, 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就知道, 九九年, 二千年, 全世界的宗教徒, 祈禱和平, 產生多大的力量,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會延後, 這個災難減輕延後, 是好事情, 如果全世界的宗教徒, 有這種警覺心, 永遠保持日日祈禱, 我們中國古人講, 一百個人當中, 有一個善人, 九十九個人造業, 這個善人的福報, 可以將它抗拒住, 不至於產生災難, 全世界的人, 能夠有百分之一的善人, 其他人造一些罪業, 這個世界還是很安定和平, 你就知道善的力量多大, 可以一比一百, 這些善的力量, 我們為什麼不做善人, 做善人, 道自己又道眾生, 自利又利他, 這個多好, 所以一定要做順正順善, 要善, 我們將來寒淡, 將愛欲寒淡, 情執要放下, 要理智, 不要感情用事, 這樣才真正能夠化解衝突, 才能夠促進社會的安定和平, 在惡的人, 我們可以和他接觸, 我們可以感動他, 人都有天良, 天理良心, 你要去感動他, 感動要真誠, 虛偽是不可以的, 這樣會冤仇愈結愈深, 一定要用真誠心去感動, 我和學校說了這些說話之後, 學校覺得我挺有道理的, 我在新加坡, 九個宗教如何團結真誠心, 到哪個宗教, 他們的神我都去拜, 所以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會去拜他的神呢? 我說, 那個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我去供養, 他們說很多信徒說, 師父, 我們信徒的錢來得不容易, 你怎麼可以這樣送給別人呢? 我說我去投資的, 我說他們扮孤兒院, 我們要不要扮? 要扮, 要扮養老院? 要扮, 要扮醫院? 要扮, 要扮學校? 要扮, 我說人家都在扮, 我拿錢去投資, 我就加入了股東, 這樣有什麼錯誤呢? 我說他們還要去操心, 我都不用操心, 裏頭有我的股份, 他們就懂得明白了, 這樣一來, 我們宗教不就填絕了? 所以心量要放大, 天下是一家, 何必要分得這麼清楚呢? 他那個神, 就是我們的神變的, 就是一個道理, 我以前以為與宗教接觸, 還要廢很多唇舌跟他們辯論, 結果, 一說明, 大家都接受, 沒有辯論, 我說我們宗教徒, 都承認宇宙之間只有一個真神, 那個真神就是我們教裡面的神, 所以我就問他, 我說你相不相信真神, 有圓滿的智慧? 相信, 沒有懷疑, 真神有神通會變化, 相不相信? 相信, 我說這個問題就解決, 我說那個真神, 在佛教就變成釋迦牟尼佛, 在基督教就變成耶穌, 在回教就變成穆罕默德, 一個真神, 你如果說我的真神是真的, 你那個是假的, 你不是罵真神? 居然都能接受, 到歡喜接受, 我說我們都是一家人, 應當要合作, 不但我們在形式上要團結, 我們在精神上, 理念上都要團結, 表面上的團結, 靠不住的, 不堅固的, 應該互相學習經典, 我帶頭, 所以我在新加坡講玫瑰經, 天主教的課誦本, 招募誦誦本, 我說玫瑰經, 那個光碟一直到現在都在流通, 我在回教裡面講他伊斯蘭的古蘭經, 我真學, 他們不能不佩服, 你們的經典我懂, 我的經典你不懂, 所以我提唱, 互相學習經典, 深入經狀, 這個經狀是, 所有一切宗教經狀, 我們都要深入, 我們在理論上, 建立了共識, 這次真正是一家人, 所以, 新加坡九個宗教就變成兄弟姊妹了, 還要想辦法找機會, 平常宗教, 尤其是宗教領導人, 互相不往來, 偶然有個機會, 聚下, 大家握手, 聊聊天, 吃一頓飯, 過去就沒有了, 過去就沒有了, 這樣不行, 所以我就想出一個方法, 旅遊, 我們宗教組團到中國去訪問, 先和中國宗教局約好, 他們很歡迎, 我們就組成一個宗教團, 十六日到中國旅遊, 由中國宗教局接待, 十六日生活在一起, 由朝到晚, 大家在一起, 什麼都談, 家裡的醜事都可以說出來,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旅遊是彼此互相交流, 了解, 化解誤會最好的方法, 所以人不能不接觸, 不能不往來, 一不接觸不往來, 就會在那裡猜測, 越想越錯, 麻煩就大了, 所以國際上發生戰爭, 如果這兩國時常往來就沒事了, 一不往來, 我不願意看你, 你不願意看我, 麻煩就大了, 就容易引發戰爭, 美國和伊拉克戰爭就是不往來, 如果美國總統去訪問伊拉克, 伊拉克總統去訪問美國, 問題就解決了, 戰爭就化解了, 一定要往來, 有誠意, 親切地坐下來談談, 問題就沒有了, 天下本無時, 事情從哪裡來呢? 就是胡思亂想, 就亂猜, 就這樣來的, 但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一個錯誤的執著, 幾多人民生命財產, 無謂的犧牲, 社會動亂, 大家遭受痛苦, 真的是無謂, 本來沒事, 美國當然是看到中東的石油, 戰爭花費這麼多錢, 你拿這些錢買石油不是很好, 兩方面都得利益, 不需要用戰爭的手段, 伊拉克雖然是打敗了, 現在美國軍隊住在那個地方, 我聽說每天要花一億, 你這一億, 如果說幫助他們, 救濟他們, 伊拉克人看到美國會喊祖宗, 哪會有仇恨呢? 要用智慧, 要用真誠心, 慈悲心, 愛心, 問題就化解了, 這邊, 我們再念一念, 發生是體, 哲學中所說的宇宙本體, 發生是現象, 就是宇宙的現象, 所以它的確是一體, 勾發是作用, 這個作用是發生, 起了不正常的作用,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我們的細胞生病, 不正常, 起了這樣的作用, 各是一真, 迷就是十法界, 十法界苦樂不同, 但是要知道, 等為還化, 等為還化, 苦和樂是平等的, 因為它不是真的, 你迷了才感覺到有苦, 就好像在做夢一樣, 夢中有苦又樂, 醒過來之後, 苦樂到等於零, 都是平等的, 你必須要夢醒, 你才了解事實真相, 否則的話, 你以為是真的受苦, 真的有樂假的, 都是夢中之事, 這個要清楚, 皆無所有, 苦也無所有, 樂也無所有, 畢竟空直皆不可得, 視為諸法實相, 如是如是已, 這個是花艷境界, 你真的搞明白了, 入花艷境界, 誰不起心不動念, 就回歸法性, 由妄想起分別, 執著, 由妄想起分別, 我念一下, 我們這個文字很簡單, 由妄想起分別, 由分別起執著, 由執著起競爭, 由競爭起鬥爭, 由鬥爭起戰爭, 到世界末日, 這個是為逆發性, 那便苦了, 如果我們化解戰爭, 化解鬥爭, 化解競爭, 不執著, 不分別, 捨望上正發身, 這個是信仗聖德, 有逆為景覺, 一念回光, 回歸至聖, 這樣一例就是, 為順皆順, 這個是普賢菩薩的大行, 你在花驗經末後五十三參所看到的, 五十三參, 為順皆順, 就是靈驗經上所說的,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這樣便得大自在, 得真正解脫, 諸佛菩薩是發身形化, 那個沒有說話說, 我們這些凡夫, 可以達到相似的境界, 那便是真正動得這個道理, 別人毀傍我, 我很樂意接受, 我沒有親衛的心, 沒有報復的心, 我還會有很感恩的心, 為何有感恩的心, 他燒我業障, 我如果是真的有錯誤, 他罵我我警覺, 我想一下我沒有這個錯誤, 他燒我業障, 雖不但不恨他, 還會感謝他, 否則他會冒犯罪來燒我的業障, 我的業障是燒了, 他的業障加重了, 我的業障給了他, 這個道理, 你要將他想通, 真的是, 所以有人說, 我們替有業障的人和他燒災, 他的業障會不會到我身上來? 不會的, 他的業障不會到你身上來, 你如果是罵人, 行一個人的時候, 他的業障就給了你, 他的業障燒了, 他的業障燒了, 你的業障就加重了, 這個道理,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學佛的人, 頭腦靈活了, 思想問蕊, 看得清楚, 不學佛的人不知道, 所以一般人, 人家罵你欺負你, 你怎麼可以這麼老實給他欺負呢? 那些人是迷惑顛倒的人, 迷惑顛倒, 迷惑顛倒是怎樣呢? 做成一個什麼現象, 怨怨相報, 生生世世, 沒怨沒了, 那個自負就大錯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來獎勵我們的人, 你不要歡喜, 你一歡喜, 業障就生起來了, 要什麼? 要平常心看待, 對他亦是感恩, 亦是感激, 為什麼呢? 他都是替我消業障, 和怨恨我的, 委託我的, 都是同樣的, 要想, 他們是用不同的手段, 來引誘我, 令我裡面的煩惱, 雜氣, 引發, 來讚嘆的是, 引發我的貪念, 貪愛, 好名好利, 委託我的人, 是引我的親恨, 一樣的道理, 這個不能不懂的, 所以, 毋與是平等的, 是相等的, 你真正搞清楚之後, 你看這個境界現前, 笑一笑, 很感謝阿彌陀佛, 絕對不影響自己, 讚嘆的時候, 沒有歡喜, 沒有覺得我有什麼了不起, 有很多人, 被人一過份讚嘆, 就狂妄, 瘋了, 自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以為自己已經成神了, 這樣就會做壞事, 誹判他受恨身, 受恨身, 引起來, 也是壞事, 這些都是無智慧, 都是, 是, 妄想分別執著, 很嚴重, 妄想分別執著, 很淡薄的時候, 不會, 你完全, 處事待人接物, 平常心, 帶慈悲心, 所以佛教不叫愛, 叫慈悲, 什麼道理呢? 愛裡頭有情, 有情執, 慈悲裡邊是有智慧, 沒有情執, 將情執轉變成智慧, 就叫做慈悲, 慈悲和愛是一個意思, 是相同的一件事情, 不是兩件事情, 佛換了這個字, 就是提醒, 愛就是宇宙的核心, 確確實實, 是宇宙的核心, 所以聖人沒有其他, 就是有愛心, 但是, 基督教, 天主教說的神愛世人, 那個愛是慈悲, 不是大有情執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理解, 我們今天去看, 把聖經裡頭的愛, 全部講成情執, 上帝聽到都會流眼淚的, 你把我的意思解錯了, 你以為我裡頭有愛有情, 其實呢, 他那個愛是慈悲, 所以佛就很聰明, 不容愛換個慈悲, 慈悲是理性的愛, 慈悲是智慧的愛, 不是帶感情的, 這個道理必須要搞清楚, 然後我們就知道, 今天我們參與, 可以說全球做化解衝突, 促進社會安定, 世界和平的工作, 他們說原, 學校你找我, 就有了原, 不是我找他, 他找我, 他們學校送給我, 教授, 送給我, 博士學位, 我本來是拒絕的, 我說我們出家人, 要這個沒用的, 校長跟我說, 他說法師, 你還是要接受,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你這個理念, 可以幫助化解衝突, 促進和平, 希望你代表學校, 代表澳洲, 參加國際上這些活動, 國際上這些和平活動, 他們不會請宗教人士, 不會請法師, 他們所邀請的對象, 都是專家學者, 都是博士教授, 我這樣才接受的, 所以接受這個, 是為了便於, 將我們的理念, 正確方法, 告訴世界上的這些人知道, 都是好人, 真正的知識人人實在說, 沒有將病根找到, 所以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 解決不了, 聯合國開會開了三十幾年, 我參加聯合國的會議五次, 不是聯合國的, 是人家國家召開的, 參加了三次, 以後我不再參加了, 但是今年, 聯合國那邊有個信息, 要慶祝佛誕節, 西加茂尼佛今年是二千五百五十年, 做一個大型的活動, 找我們做主辦單位, 我說好, 借這個機會, 我們將這個, 理念, 以及, 化解衝突, 促進和平, 一定要從, 教學, 中國人說, 建國軍民, 我加上一句, 修身為本, 教學為先, 我們用教學的方法, 可以化解, 可以達到, 真正的, 安定和平, 我們在湯池做了一個實驗, 實驗至半年, 受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很有信心, 將中國五千年的方法, 介紹給全世界, 今年十月, 我們決定到巴黎去參加這個活動, 正式活動有三天, 訪問之後, 我們要去訪問英國, 英國我們的對象, 是牛津、劍橋、倫敦三個學校, 今天時間到了, 多謝大家。 節目, 沿筏阿 наша, 我們要幸福。 我們要給歩irement時間的福岡師, beatLE Govalles, 往後複erem, 我們要集成投球劍研究的圖畫, 小組第1件דר質奇多偉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